北京和山东的南团半决赛 在南海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一号场地内进行 首盘比赛 马龙3比0战胜于紫阳 为北京队拿到第一分 王楚钦与方博的比赛进行的紧张激烈 王楚钦在先赢两局的情况下 被玩强的方博搬成2比2平 决胜局 王楚钦出手果断 以11比8获胜 随后 刘叶博又为北京队拿下第三盘 这样北京队就以3比0战胜山东队 中队无论是方博 余紫阳还是刘登说 都是一队队员 从体来说他们这种水平还是比较平均的 所以我来说还是放开打吧 因为大家都比较熟 而且又是全球比赛 希望自己通过这样前两天是这种 可能都是在旁边球在打 今天再出场 也希望能够再调动一点 然后今天我觉得同体打的专注度还可以 我觉得前面两局自己发动的比较快吧 然后后面对手的变化 包括他的一些击战术给自己制造了很多的困难吧 然后到了第五局中局 也是自己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 但是后来我觉得这场比赛能扛下来 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 另外一场半决赛在广东队和湖北队之间展开 凭借着林高远和周启豪的强势发挥 广东队3比1战胜湖北队 今晚他们将与北京队争夺男团冠军 北京队也是我觉得也做好一些很多困难准备吧 毕竟对方实力 总体实力可是比我们强 所以说我们要摆好心态 然后去全力以赴拼对方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